对于我们这些醒来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是非常痛苦的 一方面要忍受中国政府那些虚假的宣传 然后我们在中国国内看到的太多太多就是惨案 新疆的集中营还有709的律师抓捕 还有刘腾宇的案件 我知道这些之后我内心我非常痛苦 但是我又没有办法在中国的公开场合去声援他们 因为那样的话我也会有生命之灾 所以说我一直是很煎熬很痛苦的 直到我坐上飞机飞出了中国领空的时候 我眼泪是不停地掉 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能去哪里 但是我知道至少我说话 我再也不会被中国的警察喝茶或者是抓捕这些了 我是希尔 真名叫做徐征 今年23岁 为什么就说错失我一定要逃出来 这个和我在深圳舍口出关的经历就是有很大的关系 最开始的时候中国政府在去年 新冠肺炎刚爆发的时候 他就借口借口疫情防控 不准我们人民办护照 也不准我们以旅游探亲商务的名义去出境 从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中国再进一步的恶化 我就没有办法 因为我不想一辈子接受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的洗脑 然后我就迫使我无论如何要逃出来 我大概计划了有整整半年的时间 我参考了各个国家入境的政策 以及结合我自身的经济能力经济条件 那个乌克兰是在去年的时候 宣布都对中国的旅客进行免签吧 之后我就开始查询入境资料 当时发现他对我们这些强国韭菜 他也是不隔离的 所以说我就选定了这个国家 不仅是害怕还是很紧张 因为我的经济条件有限 我更多担心是我这次出不去了 我那些就是机票啊 做的努力全都会白费不说 而且护照还有可能被中国政府给减掉 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我挣扎我 我舍不得我的父母 虽然说我和他们政治观点不同 但是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很多年 这个亲情和感情是永远各不断的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不走 因为说像我这样 就是经常就在墙内发生的 中国政府的科技那么先进 迟早会把我抓到 就算我再隐名白信也好 总有一天 中国政府用国家的机器 一定会把我抓到 我当时我心里想的是 我不知道我未来能走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因为发生 在国外发生 就被中国政府引渡回来 像那样被消失或者被自杀 但是我想的是走一步看一步嘛 既然都走出来了 那就勇敢的发生 勇敢的去做 我发出了大概可能有两三个小时吧 就有很多很多的中国政府派的那个水军和五毛来辱骂我 给我发死亡信息 就是威胁我嘛 说什么中国政府一定会把你绳之以法 把你从乌克兰掩渡回去 还有很多就是 自称是基辅当地华人黑帮黑社会的这些人 说要就是把我杀害啊 或者是对我酷刑这些威胁 我当时想的是 我父母不一定会因为我的这个事情而受到牵连 因为我想的是 就算是在中国政府眼里犯错的也是我 也不是我父母 但是我还是低估了中国政府 对于这些改于发生的这些人的家人的迫害嘛 我一想到中国政府连我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父母都不放过 我真的很难受很难受 我现在很孤立无缘的那种感觉 真的 我的这个商务签证只允许我在乌克兰待三个月 说真的我现在我是很害怕 然后但是没有后悔 确实很害怕 因为我不知道我将来我能走到哪里 前天我看到的一个消息 很让我内心就是晴天霹雳嘛 中国政府以那个疫苗为借口 威胁乌克兰 荷兰边防警察的等待室 我现在没有申根签证只能滞留在这个机场 等待荷兰的警察 然后向他们提出政治庇护的申请 因为我在国内的父母已经遭到了中共国保系统的迫害和维稳 他们的那个通讯被窃听 然后聊天记录也被监视 真的让我心里很难受 很难受 但是我别无选择 只能凭借着自己的良心 硬着头皮走下去 我总觉得我可能是既懦弱又勇敢 因为我看到了1989年6月4号 中国政府动用坦克去镇压那些无辜的北京的学生和市民 然后还有江港警察去殴打那些示威者 我就想起我不能这样懦弱了 他们已经在我前面牺牲了 我也不想就是继续躲在后面了 我也想就是说付出自己嘛 不管说牺牲也好还是怎么样 我还是勇敢地说出来 因为在中国也有很多很多勇于发生的 就是说青年惨遭中国政府的迫害 然后被弄进集中营 弄进看守所 弄进那个精神病院 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再沉默了